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画中奇迹》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达芬奇·蒙诺丽莎 神秘微笑的永恒之谜 2.拉斐尔·雅典学派 哲学与艺术的古典聚会 3.玛蒂斯·欢乐的生活 色彩狂欢的视觉盛宴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达芬奇·蒙诺丽莎 神秘微笑的永恒之谜 啊 达芬奇的《蒙诺丽莎》 一幅让无数人痴迷 专家辩论不休的艺术奇迹 这幅画不仅是艺术史上的 一颗璀璨明珠 更是众多神秘谜团的集合体 那么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位神秘女士背后的故事 并试图揭开她那永恒微笑背后的秘密 首先 我们的说说这位女士的微笑 这微笑啊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微笑了 有人说 她的微笑如同一道谜题 既迷人又难以捉摸 达芬奇运用了一种称为气韵生动的技法 使得蒙诺丽莎的微笑看起来 既在笑又不在笑 让人捉摸不透 这种微笑就像是达芬奇留给后世的 一个巨大玩笑 让所有看过她的人都陷入了无尽的猜想中 接着 我们来谈谈这幅画的神秘背景 有趣的是 关于蒙诺丽莎的身份 学者们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 最广为接受的说法是 她是弗洛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 德尔 乔康多的妻子 丽莎 加尔达迪尼 但也有人认为 这幅画其实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或者是她理想中的女性形象 无论如何 蒙娜丽莎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谜 此外 这幅画还隐藏着许多秘密 比如 科学家们利用最先进的技术 发现了画中隐藏的桥梁和道路 这些可能揭示了画作的地理位置 还有人认为 达芬奇在画中隐藏了一些音乐符号 如果按照特定的方式弹奏 将会揭示出一段神秘的旋律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蒙娜丽莎的神秘魅力 不仅吸引了艺术爱好者和学者 甚至还吸引了小偷 1911年 这幅画曾被盗 整整失踪了两年 这段经历 无疑为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总之 达芬奇的 蒙娜丽莎就像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于她的神秘和谜团只会越来越多 也许正是这些未解之谜 让这幅画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 最令人着迷的艺术作品之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拉斐尔雅典学派 哲学与艺术的古典聚会 当我们谈论拉斐尔的雅典学派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一个古典时代的知识派对 一个哲学与艺术的盛大聚会 而且是那种你如果错过了 你的古典文化朋友圈可能会直接取消你的好友资格的那种聚会 首先 想象一下 你被邀请到了一个聚会 进门后发现 哇塞 这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吗 他们正站在中间 像摇滚明星一样 围绕着他们的是一群哲学家 数学家和科学家 每个人都在激烈地讨论着 从宇宙的本质到几何学的美 这就是雅典学派给人的第一印象 但是 拉斐尔的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古典哲学的聚会 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是一种理想化的学术研讨会 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袍子 带着他们最聪明的头脑 而且 让我们诚实一点 如果你能在那个时代 找到一个好的洗衣店 那你肯定是有钱或有势的 拉斐尔在这幅画中 展示了一种理想的学术和谐 哲学家们不是在争吵 而是在共同探索真理 柏拉图指向天空 象征着他的理想主义 和对形式世界的关注 亚里士多德则将手掌朝下 象征着他的实用主义 和对物质世界的关注 这两位哲学巨人之间的 这种动态平衡 就像是在说 看 即使在最棘手的哲学问题上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和谐 而且 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幅画 还有一种寻找沃尔多的乐趣 除了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 还有谁在画中 是的 那是苏格拉底 正在和一群年轻人聊天 可能是在说 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 如果你仔细看 你甚至可以找到 拉斐尔自己 他就像是在说 嘿 看我把自己画尽了历史 总之 雅典学派 不仅仅是一幅画 它是一次 穿越时空的对话 是对知识和智慧的庆祝 它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古代雅典 还是在现代世界 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旅程 是永恒的 而且 如果你有幸 被邀请到这样的聚会 记得穿上你最好的袍子 戴上你最聪明的头脑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遇到哪位哲学巨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马蒂斯欢乐的生活 色彩狂欢的视觉盛宴 好的 让我们一起潜入亨利 马蒂斯 安利·姆蒂斯的 欢乐的生活 Lubinard Vivre 这幅画不仅是色彩的狂欢 更是对生活乐观态度的一次大胆宣言 想象一下 你走进了一个充满了鲜艳色彩和自由形态的梦幻世界 这不是迪士尼乐园 这是马蒂斯的画布 首先 我们的认识一下马蒂斯 这位大师不仅是个画家 更像是一位色彩魔术师 他能够将最疯狂的色彩组合在一起 让你觉得这是天作之和 欢乐的生活 创作于1905-1906年间 正值他的野兽派时期 这时候的马蒂斯 就像是一位刚发现新玩具的孩子 对色彩充满了无穷的好奇和探索欲 画面中 你可以看到一群男女裸体的在田野中舞蹈 休息和相互拥抱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野餐 这是对生命本质的一次狂欢 马蒂斯用鲜艳的色彩和流动的线条 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一个远离现实繁忧的桃花园 但别以为这幅画只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马蒂斯在这里也是深有寓意的 他用色彩和形态的自由表达 传达了一种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自由的渴望 在那个时代 这幅画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 吹散了传统绘画的沉闷和束缚 当然 当时的人们并不是都能欣赏这场色彩的狂欢 有的批评家认为这幅画过于大胆 甚至是粗俗的 但马蒂斯并不在乎 他坚持自己的艺术观 继续在色彩的海洋中遨游 所以 下次当你欣赏 欢乐的生活 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是那画中的一员 与马蒂斯一同在色彩的海洋中遨详 感受那份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不仅仅是一幅画 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场视觉和精神上的盛宴 总结一下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是一幅让人迷恋的艺术作品 她的永恒微笑 令人无法捉摸 她的身份和背景 也充满了神秘 拉斐尔的雅典学派 展示了一个古典时代的知识盛宴 哲学家们在其中 共同探索真理 而马蒂斯的快乐的生活 则是一场色彩的狂欢 展现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些艺术作品 都是独特而丰富的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 找到不同的解读和感受 对于《蒙娜丽莎》 我们可以一直探索 她微笑背后的秘密 而《雅典学派》 则提醒我们 追求真理和智慧的旅程 是永恒的 至于快乐的生活 它是一场视觉和精神上的盛宴 让我们感受到了 艺术的力量和生活的美好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作品 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理解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一起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